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暗色背景的对比下金光闪闪 大耳朵 非常可爱 它是狡诈宠物 三系专精的猎人都可以抓 盗珠技能是撕扯 减疗效果 还有一个表演技能 打盾 没啥实际效果 但很萌 宠物类型 拉垮 但致死技能很不错 首先前提咱们需要燕鼠人的声望 到达九级 解锁米里特 钦合 这样才可以在秀卫探寻活动里使用地下挖掘时遇到这只金色的真叙鼠 地下挖掘的时候能遇到两种颜色的真叙鼠 这只是金色的和紫色的 紫色的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抓 不需要解锁声望九级去地下挖掘 而金色只有这种获得方式 其他颜色的真叙鼠则同样不需要这样挖掘 因此金色的也是最稀有 简要带大家看一下怎么做秀卫探寻活动 我们找到查拉雷克洞窟 坐标56 57的位置 小地图这个小湖的上面 大地图里可以看到面前的小湖泊和NPC米里特对话 第三个选项可以给他看地图 离他近的时候打开背包 点击失落的挖掘地图就可以了 这时候可以看到米里特头上的地图图标会有数字 代表目前有几张地图可以去探索 只要有了数字 就可以通过和米里特对话 选择第一个选项 直接开始地下探险 也就是秀卫探寻活动了 进入活动场景里 点击米里特后可以通过二技能 绣纹 侦查周围是否有特殊的气味 如果有的话会指引咱们相应的位置 跟着指引找到后 点击一技能钻地 之后再点击二技能 挖掘就有可能遇到真虚属了 也有可能是别的小动物 比如黄金鹿鼻虫 另外不是所有的场景都可以挖掘出小动物的 比如宝库 但神秘洞穴的场景基本都可以 第二只宠物灰烬炎异服 虽然是奇丑的物种 但搭配了熔炎特效 颜值直接上升了好几个层级 似乎岩浆流淌在血液里 身体外有熔炎风的特效 岩浆的颜色还有渐变感 它是狂野宠物 三系可抓 特殊技能是扭曲虚空能量 移除自身的一个疾病 魔法和中毒效果 位置在巨龙群岛的查拉雷克洞窟 也就是地下巨龙群岛 有很多位置 我分享其中一个 比如坐标47、54 这里很安全 也非常好找 就在研究员预习事件 图标的上方岩浆附近 低空飞行的灰烬岩浴服 就是咱们的目标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两只宠物的话 赞关注白金 来过一键三连就更好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